好,OK,我们上次已经开始讲第五章 那么第五章仍然是在讲Kedemach Model,H&M 那跟第四章不同的地方我们说过了 第四章是把H&M当成的数学模型 我们在解数学,并没有考虑里面是不是声音 就是在解数学 因为H&M其实是可以用在很多不同的问题上 并不是只拿来做声音的 当它是一个数学题目在解数学而已 其实第三,我们也假设每一个进去的Vector都是Independent 我们并没有讲到他们有关系 也没有当他们是声音 但是那个弄完之后,我们第五章开始 我们要考虑当它是声音的时候怎么弄 怎么做,用这个来做声音 那我们说过呢,这个声音的单位有大有小 从片语、词、音一直到一个封名等等 那最小的单位是所谓的封名 封名是什么? 是一个语言里面的最小的声音的单位 那说穿的就是你学英文的时候那些子音啊母音啊那些就是封名 那有一个音标能够标它的那是那种音的那种声音的那就是一个封名 封名应该是最好用的单位 因为它可以拼成任何的字、词、句 所以我们会喜欢用最小的单位可以拼成任何我们的东西 可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所谓的context dependency 也就是说呢,你发的任何一个音 必须是靠那一堆唇齿舌构成的口型 使得细通过那些唇齿舌的口型所产生的那个声音 可是你从这个封名变成另外一个封名的时候 你不会一瞬间变成另外一个 你一定要很smooth的变过去 所以呢,使得每一个音必然会受到前面前后音的影响而改变 这就是context dependency 因此你每一个封名的特性都会因为前后音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这就是coarchiculation 所以我们说呢,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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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都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发这个T的时候 你一定要朝向E或者U或者R的方向 对发已经朝那方向移动 所以你的这些T都是不一样的 同样的HX也是不一样的等等 那么如果这样一来的话 你就会变成很复杂 那么我们上周说到呢 在这个情形之下 我们要考虑的声音这个model能不能train trainability 其实就是说我能不能有够多的data 因为我们的每一个model都是统计模型 它有够多data才能train 我要希望它能不能精确的描述 然后呢,我能不能generalize到所有的新出现的词 新出现的字、词、句都能够做到等等 后来发现最好的方式是所谓的tri-phone tri-phone并不是三个风银连在一起 它只是为一个风银做的model 那一个风银呢,只要前面后面是接的不一样的 就算不一样 也就是说呢,我是为那一个风银做一个model 可是那一个风银呢,只要前面后面接的不一样 就算不一样 这叫做tri-phone 不是三个连在一起 是一个 那因此它只是做中间那个风银的那个model 可是前面后面都要考虑进去 那这时候有很大的问题就是 数目非常多 假设一个语言有60个风银的话呢 你就有这么多者 你每一个这样子的tri-phone 你可以想象每一个 譬如说R R这是一个风银 不过它前面后面各接 假设我有50个风银的话 假设我那个语言有50个风银不多了 可是呢,这边有50种,那边有50种 光是这个R就有2500种 那同样的呢,这个波也有2500种 那这样总共多少呢 就是2500再乘以50等等 那这个数目会极为庞大 而且很多会很难找到 够多的data 比较要说的事 因为你如果真的要为所有的这么多 每一个tri-phone都找到够多的data 是几乎不可能的事 那么,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们要做这件事情 但这件事情怎么做呢 有点复杂 所以我底下开始要讲的 那么,最后我们是要用 decision tree的方式 建一棵一棵的树 然后用那些tree来帮忙做这件事 但是为了要讲那个树呢 当然做树的方法有很多种 不过entropy是一个比较普遍使用的观念 所以我们要解释一下entropy 为了要解释entropy呢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 从information theory开始讲起 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底下会先讲一点information theory 用它来说明entropy 再用entropy来说明decision tree 那用了tree之后呢 在最后再来讲它怎么来做tri-phone 那前面这些东西 虽然好像都还比较跟声音比较远 但是前面这几样事情 其实都是非常有用的好观念 用在很多领域不同的问题上 你也可能在别的课学过 因此呢 我觉得在这边说一说是蛮好的 所以呢 我们就顺便说一下这些东西 第一个要讲的就是information theory 那这个东西是博大精神的学问 我是没有要说很多 我只是说它里面最基本的一个point 用它的point来带到entropy做好 那我想的是什么呢 就是假设 假设我有一个information source 这是一个某一种制造information的源 这个information source 它不断的会产生出来 m1,m2等等 mj就是dj的 每一个是一个什么 你可以想象好像是一个random variable 或者说是一个event 那么它可以是有m种可能的 就是x1到sn 这个大m就是总共有多少可能 总共有这么多种outcome 那当然每一种outcome 有它的几率就是pr of xi 那也就是说呢 如果我看到的某一个 某一个这个 其实是xr的几率是多少 那这些几率加减应该是等于1 而且每个g应该是正 这样讲有点抽象 有点觉得不知道在讲什么 那我们用底下这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大m如果等于2的话 只有两个很简单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是 每一个这个东西 就是每一个 它可以看成是一个random variable 也可以看成是某一个event 那这东西有两种可能 我们刚才这边是有大m种可能 我现在只有两种可能 那这两种大m就等于2 那就是因此我只有x1x2 就是什么呢 我们就说它们分别叫0跟1好了 你可以想象如果只有两个的话 我可以称这个为0 称这个为1 我只是给它取的名字叫0跟1 如果这样子的话呢 我那个event source是什么 其实就是产生一串 那这样就很容易了解了 我产生一串0跟1 而每一个呢 我们叫做一个bit 每一个我们称为叫做一个bit 什么叫做bit 应该是叫做binary digit 二元的数字 就是binary digit 那把这两个头位拼下就叫做bit 那每一个bit等于是一个 就是说每一个在这个case 每一个mi就是一个bit 那它的值呢 可以有0跟1两种 所以大m的2 那当然0跟1各有一个几率 那么譬如说各2分之1等等 那这样呢 这个例子应该就是比最容易想象的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这边是一个general的model 但是最容易想象大概就是0跟1 那当然我不一定只有两个呀 我们可以看 如果等于四个是怎样 就底下这个case 我可以有四个 如果四个的话 当然你可以分别叫x1234 但是当然我们可以命它不同的名字 那你可以猜到一个常常命名的方法 就是给它用两个变来命名 就变成001等等 那如果这样想就可以想象说 我看到的其实是四个里面的一个 每一次出来四个里面的一个 每一次出来四个里面的一个 我这样也是一串一个 就像这个一串变一样 只不过我现在是每一个呢 我都有两个变来描述 你看起来好像仍然是一串变 那其实呢是两两两两两两 像这样子等等 那这个是m等四的情形 等等 如果有这样你比较想 可以想象 我讲的是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model 那你可以想象 其实是譬如说我在打电话的时候 我听到的 我的朋友 你打手机说 我的朋友说的话 那一个一个声音出来 不管那是一个 一个字还是一个词 或者还是一个什么出来 就好像一个这种东西 一样 或者一个一个的vector ot出来也可以 你都可以想象 它们都是这样的东西 那这就是information source 或者说你的手机上 你看到这个简讯进来 一个一个字进来 或者说是这个internet 你看到一个一个字进来 都可以想象是这样的东西 是一个sequence of information进来 好 那在这里我们讲一件事情 就是当年发明 internetheory的人 他说我们应该可以为这些东西 定义一个information的量 也就是说 如果你看到这个东西 这个m1等于某一个xi 你看到这是一个event 就是说某一个mj是等于xi的话 那我到底看到多少information 那你也可以想象 就好像我看到 第一个bit 发现它是1的时候 我到底得到多少information 第三个bit 我看到它是3的时候 我得到多少information呢 那这件事情 那当时觉得好像 我胡思乱想干嘛呀 后来发现它这个观念 非常有用 就是我们比大家要说的 那他说呢 这样的这个 你看到这个某一个mj是bxi的 这个这件事情 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到底得到多少information呢 这个information的量 我叫做i of xi的话 这是看到它是xi的时候 看到一个xi的时候 我的一个量是多少 这个i of xi的话呢 它应该有比较几个特性 第一个呢 应该是大于等于0 应该是正的 也就是说你每搜到一个 看到一个东西 你应该得到正的information 不应该得到负的 你会看到越看越少 不太差 你的infirmation量 得到一个infirmation量 应该是正的 所以应该是大于等于0 第二个条件呢 它说如果这个x的几率 要趋近于1的话 那个limit应该是 就是分量会变成0 这件事情 有点难想 为什么会这样 但是呢 春少这是非常 非常聪明的一个想法 我们用底下这个图来解释 就是说假设 这个东西出来的是这样子 全部都是1的话 全部都是1的意思 说那1的几率是1 0的几率是0 如果这样子的话 你想我在看到一个1 有看到什么吗 其实没有 因为你都可以猜是1了 对不对 等于说这里面没有任何不确定性 你已经完全确定都是1 所以你得到1的话呢 其实没有得到任何information 因此呢 如果它的几率是1的话 其实你看到1 你等于没看到 所以那个information 应该是0 那就写在这个式子里面 当几率 就是1 第三个条件是说呢 这个如果 J的几率大于I的话 那么你看到J得到 information 应该比看到I要少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跟刚才是相关的 你可以想象 假设我是这样 这一串里面 1的几率很大 0的几率很小 譬如说1的几率是9成 0的几率是1成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想我再看到一个1 有看到很多 有没有什么 没有 因为你看到一个1 没看到我也猜是1 我猜是1的话呢 猜对就是9成 所以我反正猜1 猜对就是9成的话 我看到一个1呢 没有看到多少 反而呢 0是很珍贵的 0是难得出现 所以你如果看到一个0的话 你是看到很多 因为你不敢随便去猜那是0 你猜那是0 9成是错 对不对 因为这样的关系 你就知道几率越大的 你看到一个那种越小 几率越小 你看到一个那种越大 这个观念就是第三个事情 或者说它应该是一个 Decreasing Function 是一个递减函数 而是Function of几率 那第四个比较难想象一点 就是说呢 这个应酬量应该是可以相加加成的 也就是说你如果看到这个 得到多少Information 再看到这个得到多少 再看到得到多少 一路应该是加起来的 应该一路往上加 而不应该说是没有加 因为一路应量是可以加的 这四个条件 在这四个条件之下呢 它就说 其实这个方式很简单 我们就写 log的几率分之一就好 那log的几率分之一是什么 你知道这个负的log基于什么呢 就是这张图和画 什么意思 你一定知道 log的function长怎样 但是我现在是log的几率 几率是0到1 这个是0 这个是1 所以是只有这一块 就这样子 这边都没有 就这一块 那前面有个负号码就翻过去 就变成这样 OK 所以呢 他说呢 我只要用log就可以了 就得到一个这样的方式 那这个呢 就符合刚才的这四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它都是正的 第二个条件呢 当基率趋近于1的时候 它变成0 这个limit变成0 第三个条件 它是递减函数 所以几率越大的呢 它就越小 第四个条件 有点难 我们不详细去说 因为这个dependent 你每一个 有没有互相dependent 还是independent 不过我们最简单的想法 如果都independent的话 就很合理 为什么 假设0跟1好了 各是1分之1的话 看到它是1是1分之1 看到它是0 也是2分之1 如果这样的话呢 看到1跟0的呢 就是2分之1的平方 就是4 看到三个 第三个如果是 不管是0还是1 又是2分之1 三次方 就是8分之1 所以呢 就是几率 但如果independent 几率就是相乘 取了log之后 就是相加 所以呢 那这边就会变成是 一路加上去 OK 那当然如果不是 independent就复杂了 我们这边就不说了 好 于是呢 它就定义出来一个 这么简单的一个lock 一个information的量 那于是会怎样呢 你就会想象 譬如说 你刚才这个例子来讲 假设1的几率很高 因此我每看到一个1 看到information量很少 那0的几率很低 我看到一个呢 看到一个information量很多 如果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想象我现在看到很少很少很少 很多很少很少 那这怎么看呢 它说我们可以求一个平均 你平均每看到一个bit 不管它还是0还是1 每看到一个bit 一个binary digit 到底平均看到几个呢 那应该是做个平均 所以就会变成这边所讲的就是 你每看到一个0或者1 得到多少information 成长你看到它的几率是多少 然后求着几 就去做个平均 也就是说呢 虽然看到1看到很少information 可是我几率很高 这个看到0看到很多的information 可是几率很低 那我就做个平均 平均每看到一个变 到底看到多少呢 就做个平均 那也就是你做个 每一刻看到那一个的希望值 那每一个这个是什么呢 那我们刚才说就是一个log 然后这个log前面有个复号 然后这个代表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能称为hls 那这个东西当然 不管是刚才这里 刚才这边漏了说 你取log的时候 log你知道log底下有个基底 取不同的基底 这个方权当然长得不一样 那到底应该取多少呢 它基本上都可以 只是你取不同的基底的话 那个方权不一样 所以单位不同 那这里面用的最多的一个 就是说我取2 我取2的话呢 当基底是2的时候 这个单位就叫做bits 这个bits是发明这个theory的人 他定的名字叫做bits 跟这边讲的finerybit 每一个0还是已经叫做一个bit 是两件不同的事 可是呢 它取同样的名字 当然有它的原因 我们给它就会解释 为了区别起电 我这边就是bits 后面加一个关号of information 说明是information的量的那个单位 那如果没有关号的话呢 就是这个finery ditch的意思 那因此呢 你不管是这边的i of x也好 或者这边的做个平均也好 h of s也好 你都不看到你的这个基底 我们姑且就都把基底用2来做 然后呢就说这个单位是bits of information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来看看它是什么意思 底下有几个example 让你了解它们的意思 比如说如果m等2很简单 m等2的时候呢 0跟1各是1分之1 你马上带进去log2 基底是2的话 就是1 那因此呢 你就发现 你每看到一个0 或者看到1 就是一个点 那它们基底都一样是1分之1 所以我平平起来 仍然是1 因此呢 变得很简单 如果它们真的如刚才这样 各是2分之1的话 你每看到一个 不管看到0 还是看到1 取log都是一个bit information 那反正都是一个bit 而且基底二分之1 平均起来还是一个bit 所以就是一个bit 换句话说呢 你现在这一串 0跟1基底各是2分之1的时候 你每看到一个finery digit 它都给你一个bit 这是两个不同的bit的定义 不过你不要perfuse就好 因此假设0跟1各是2分之1的话 你每看到一个finery digit 它都给你刚好一个bit的定义 好 那我现在如果4个的话呢 0123 我有4种 我如果有4种的话呢 你可以想象最简单可以的各是4分之1 如果是各是4分之1的话呢 你去算log 就知道它们都是两个bit 你把4分之1带进去 算刚才那个log 就得到两个bit 什么意思 那你也可以想象 其实因为是4的 所以我们很自然的用两个bit 分别给它取的名字 就是给它两个bit的名字 于是就叫做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那我因为各是机率也是4分之1 每一个都是两个bit都是4分之1 平平起来仍然是两个bit 所以呢 也就是我每看到一个 我每看到一个single 那个single是用两个finery digit来代表的 那我其实看到就是两个bit 这个容易想象 也就是说如果它们刚好就是4个 每一个都是4分之1的话 你每看到一个 其实就是看到两个bit 那这样你可能可以感觉 这个bit跟这个bit 好像是有关系的 一个是这个是information 一个是我用4bit来描述它 看起来好像是有关系的 如果刚才讲的这两个case 都是特别的 所以它们刚好一样 说是2分之1跟4分之1 如果不一样呢 我们就看底下这个例子 如果不一样 0的几率是4分之1 1的几率是4分之3 我只有0跟1两种了 但是呢 0是4分之1 1是4分之3 你带进去取log 就会发现 我看到一个0 其实看到两个bit 也就是说呢 我如果看到这个0的话 因为这个0比较少 0比较少 我又不敢随便猜0 因此看到一个0 我看到的东西比较多的 看到两个bit 你看到的量 好像这边看到两个一样 是看到比较多的 那那个1的呢 有4分之3很多了 所以你看到那个1呢 其实看到的比较少 结果呢 算出来取log 发现只看到0.42的变成 比半的还少 你看到1的话呢 看到比半的变成 如果这样的话 我平均看看呢 这个2乘以这个4分之1 因为看到两个bit 有4分之1的几率 看到一个bit 看到0.42的information 有4分之3的几率 你平均发现比1还要少 我每只看到0.81 什么意思 我每看到一个binary digit 平均看到0.81的bit 看到不到一个 你这边看 每看到一个binary digit 看到不到一个bit 这边呢 每一个刚好看到一个 OK 那你想是为什么 其实是应该讲 这边0跟1是完全 完全几率相同 所以你没办法猜 你只能完全random的猜2分之1 可是这边0跟1 一个多一个少 所以你比较可以猜 猜对机会是比较多的 因此呢 不确定性就比较少 如果不确定性少的话呢 你看到一个的时候呢 你看到东西也少一点 所以就只有 平均起来就只有0.81 如果这样想的话 那我就觉得说 那为什么我把所有的几率 都来算一次 不只是4分之4分之3 而让它一个是p 一个是1-p 那就底下这页所说的 假设1的几率是p 那0的几率是1-p 那这样的话呢 我得到的是什么 那我们 我们就可以以p为横轴 画一条 画一条曲线 纵轴就是平均 就是刚才得到这个平均 刚才在这边平均 这边是一个bit 这边是0.81的 这个平均值 就是h of s 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这个平均的h of s 我把它画一张图的话 就得到这张图 从0 我让p从0变成1 我们刚才看到 如果各一半的话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的话呢 就是这一点 那他们各是二分之一 我得到就是一个bit 你每看到一个 就相当于0跟1 各一半 如果是这种 0跟1各一半的话呢 我看到就是 每看到一个 都看到一个bit 那我们刚才也说过 如果全部都是1 就是p等于1 这个等于0 全部都是1的话 等于没有1分之一样 所以结果你得到呢 就是1 那这一点呢 全部都是0 全部都是0 你也等于看不到 任何一个分之一 也是0 那中间这其实 当我这个p变化 是一条连续的曲线 是这样算来的 我们刚才讲的就是 0.75跟0.15 四分之三跟四分之一 我得到是0.8 它就这样下来 也就是说呢 在这里的时候呢 这个1多0少 因此我猜1 是可以猜对一定程度的 我有一些个确定 有一些个确定在那里 我可以猜 可以猜到一点 所以我看到一个 看到少一点 就没有看到一个变 就看到0.85 等等 好 那这样的结果呢 我把全部画出来 得到这样 你会发现呢 其实 也就是说呢 当0跟1几率 各一半一半的时候 是最random 最无法猜 那我得到了 看到一个的时候 information量是最大的 然后呢 越稍微开始 过来一点 就开始可以猜了 比较有办法猜了 有一些 information给我了 所以呢 我 就是说 我根据几率 我可以猜到一些information 所以呢 我每一次看到一个 得到一个就比较少 慢慢减少 慢慢减少 怎么完全确定 就变成0了 这样的一个function 这是如果 0跟你两个的话 如果两个可以了解的话 那你想三个会是怎样呢 我们比下去的例子 就是三个 假设说我就 我就123 有三个 123有三个 大M等于3 那 估计给他们名字 一个叫0跟1 叫012 那我们也可以说 它的基力 一个叫P 一个叫Q 一个叫E-P-Q 这三个加起来 要是E 那在这个情形之下呢 我就有这三个 因此照说呢 这个 那个值怎么画 应该画在PQ的二维的平面上 PQ二维平面有点难画 所以我们先固定一个P值 这比较简单一点 我们先固定 假设P是某一个定值 然后呢 我只改变Q 所以Q就是从0到1-P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来看看会怎样 假设这个P值是固定的 让Q是0到1-0的话呢 那这一点呢 就是Q是0 因此呢 剩下那一个是1-P 那这边呢 是反过来 Q是1-P 剩下那个是0 那在这两个情形呢 其实 你可以想象 除了这个以外呢 别的东西都蛮像的 这条curve 跟刚才的这条curve 是长得非常像的 在中间这一点达到Q 什么这一点呢 刚才是一半一半 那现在呢 是可以改变的部分 一半一半 也就你P是固定的嘛 那剩下这两个里面呢 要1-P 一半一半 如果这样的话呢 这就最大 然后呢 如果越往这边的话呢 就这个1-P呢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到这边的时候呢 它变成0 就是最小 那这边的话呢 它1-P越来越大 到这边的话呢 变成X0 什么意思 你也可以想象 当我这个X1 已经固定了 是P 剩下是后面 这两个的时候 当他们两个 各一半的话 是最难猜 最不确定性最高 于是呢 我每看到一个 看到information 是最多的 因为 朝两个方向走的话呢 也就是其中一个几率 变大了 一个几率变小了 那个变大的 那个呢 就比较容易猜了嘛 所以呢 我每看到它的几率 就变小了 那到这一点的话呢 就想到底了 就变成这样子 可是这里不是0 不像刚才 跟刚才不同 刚才这边是0 因为这边完全确定 没有不确定性 可是到这边的时候呢 其实还有确定性 为什么 这个P跟这个1-P 还在这里 我仍然是 虽然这个几率是0 这两个还是要猜的 所以还是有不确定性 所以呢 我看到是哪一个 我还是有得到一些 就这边 这边也是这样 所以就到一个像这样 如果这个了解的话 你就可以想象 不管任何一个P 都可以画到这个 于是我现在可以画 刚才讲的PQ的平面上 那你可以想象是什么呢 它是要定义在这个三角形上面的一个二维的方式 因为我必须在这条 因为我必须P加Q 在这条线上P加Q等于1 也就是说在这条线上 P加Q是另外这个设计 那其他的呢 就是另外一个有值 P加Q小于1 但是这里每一个都可以画成一个像这样 譬如说以这一条为例 就是三分之一 我P是三分之一 那于是呢 那这个得到就是这一条 这一条就是这边的这一条 P是三分之一 到这边的时候呢 是这个 在这边的话呢 是P还是三分之一 不过呢 一个是Q是0 一个是另外一个是0 那最高那点是什么呢 是另外两个也各三分之一 等等 那同样你每一个都可以这样来做 譬如说这个 这个值的这个是Q确定等于 譬如说呢 Q确定等于三分之二 Q确定等于三分之二的话呢 那么到最P的那点是什么呢 是另外两个各一半 对不对 也就是说你要把这个不确定的那两个 不管你确定哪一个 不确定那两个呢 刚好一半一半的时候是最高的 这个也是这样 这个这个 确定的那一个 另外不确定里面那两个最高的 相等那最高 因此你就可以猜出来 那我整个这三个值里面 这三个基地里面 到底最高的是哪一点 最高那点应该是这三个相等的 也就是说当你确定任何一个P的时候 都要另外两个 刚好是一半一半 你要确定这一点的话呢 也是要另外两个一半一半 确定这一点 也是要另外那两个一半一半 如果这样的话呢 其实最高的那一点 就是三个 其实就是我这边画的这一点 我不管怎么切 我这边画的 你不管怎么切都得到一个像这样的 但是你不管怎样呢 最高那点是各三分之一 那这样的结果呢 我们就可以引到底下的这个 这是Involving C 最其中的一个定理 那其实我这边就讲这一个 那这个定理我没有去证明它 这当然是可以证明的 我没有证明 我就用刚才这个例子来解释 我没有证明 证明是比较难想象 我们就用这个例子就好了 那意思就是说呢 假设我有大M个 我们现在刚才举的例子是 M等2两个跟M等3三个 那我现在如果有大M个的话会怎样 当我有大M个的时候呢 你可以想象 我这个是把他们的几率画出来 从X1到XM 我把它几率画出来 那这个定理告诉我说 你这样算的时候 这个H of S 平均你看到一个的 看到多少Information 那个量呢 平均呢 它有个上下限 上限就是LoveM 什么时候等号什么时候发生 当他们全部一样 这也就是我们刚才讲 刚才这边其实上限 就是在各三分之一 那刚才这边上限 就是各二分之一 OK 这个上限就各二分之一 这个上限是最上最高点 就是各三分之一 那基本上就是各M分之一 如果每一个都是M分之一的话 你带进去 它得到一分之一量 就是LogM 那这个负的LogM 那你平均还是LogM 所以呢 最大的上限就是LogM 那反过来最小的下限是什么呢 就是零 零发生在哪里 零发生在刚才这边的话呢 就是这样子 我就是全部都是一个 一别的都没有 或者全部都是零 别的都没有 所以我看到一个一 没有看到Information 所以我得到的事 在这里 那如果是三个的话呢 你也可以猜得到在这里 在这里的话呢 是T是E 别的都是零 我看到就是这一个 所以它这个Curve 不管怎么样的画屏 到这边来就掉 掉到这一点 在这一点也可以 你最后呢 会掉到这一点 因为我的全部都在Q呢 这也是零 也就是说呢 什么时候等号成立 就是它的下限 等号成立当 对某一个J几率是一 别的几率都是零 只有一个J几率是一 别的几率不等于J都是零 在这个情形之下 等号成立 那In General 它是介于这两个中间 这个是Information Curve里面 它可以证明 那个非常重要的定 那什么意思呢 它给我们很多意思 那我左边画这个图 是在说呢 会怎样 很多我没有真的说了 不过你大概可以 用直觉猜就好了 也就是说 假设我有M M很多嘛 假设M不是一个两个 不是两个三个 很多了 很多的时候呢 什么时候最 什么时候是这个值最大 就是全部是平均 都一样 M分之一 那你可以想象 每一个都是M分之一 这是一个uniform distribution 那结果呢 你无法猜 完全无法猜 那因此呢 这是最Random的情形 因为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想象的是 因为是最Random的 或者说是不确定性最大 你想猜是猜不到了 那最难猜的 因此你看到一个呢 带的一个面量 是最大 那这样的情形 是在这里 那如果底下呢 如果上面叫做 uniform distribution的话 底下是什么呢 就是一些Delta function 也就是说呢 我完全都是那一个 别人根本都没有机会 完全都是那一个的话 你其实根本不用猜 所以完全确定 这确定性最大 然后呢 完全不Random 你根本就可以猜出 或者说呢 这个 那你可以想 在这个情形之下呢 这个是 这个 下限 那中间是怎样呢 那中间其实是这样 你可以看 这是完全uniform的时候 这是最大 我如果变成不uniform 有高有低 有高有低会怎样 就会变小 有高有低就会变小一点 然后他如果这个高低 慢慢向某一个地方集中 就会再小一点 如果越是集中到这个地方来 会再小一点 最后集中到这里来 那就是会小 那因此呢 他告诉我其他事情 譬如说呢 他其实在告诉我一个 distribution的集中 或分散程度 我如果要用一个参数来描述一个distribution 我可以用这个 其实我们底下就用这个 你给我一个distribution 里面有一大把东西 这个几率可以千变万化 这是一个 你可以想象 这是一个vendom variable 它是一个distribution 那这个时候呢 我要一个参数来描述 它到底是集中还是分散 我就可以用这个 这是一个很好的measure 那你可以想象呢 最分散就是uniform 也就是说我无法猜 这个叫做最分散 那这个时候呢 它是这个值 那最集中就是一个delta 一个delta function的话呢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是 只在那里是一别多数 那中间呢 这个呢 是说不uniform 但是呢 基本上是很散 到慢慢向一个地方集中 越来越集中 就是这样 所以它是一个集中和分散的程度 那你也可以说 这个其实呢 是乱度 因为呢 这边表示它越乱 因为这个每一个几率 我无法猜是乱度最大 那如果说它是乱度的话 那这个底下呢 你可以说它是纯度 也就是说呢 在这个group里面呢 通通都是这一个 没有别的 所以它是纯度最高的 等等 那你可以想象 有各种各样的意思 把它用在各种各样的地方 所以这个东西很好用 在很多不同的领域 不同的问题里面 都用它来作为一个类似这样子的measure 一个参数可以告诉我很多意思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我们给它学个名字 这个名字呢 叫做entropy 就是我们在这边 一开始这一页就有说呢 它叫做entropy 什么叫entropy呢 这个字原来是热力学的名词 你如果学大一的普通物理 可能学过热力学里面 有讲到entropy 就是分子的跳动 entropy 它其实公式长成这个名量 它其实就是这两个公式相成 结果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p log p了 就是说几率 一个几率的log 再成长那个几率 自己等等 然后全部加起来 这样一个东西 在热力学里面也有这个东西 它叫做entropy 它叫做entropy 因此呢 在这里也称为entropy 它是从热力学叫过来的 因此呢 我们就以这个叫做entropy entropy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它可以来量一个distribution 分散跟集中的程度 或者是乱度 或者是纯度 或者是确定性等等 那么我们刚才的这个function 也是很有名的function 叫做finery entropy function 你就知道为什么叫这个了 就是只有两个的时候的entropy 而是function的几率 这个其实很容易算 就是p log p加上一减p log一减p 不对 就是一个几率的log 跟那个几率自己相乘 然后呢通通加起来 它是只有两个 像刚才就是三个 p log p 就是三个 好 以上讲的是entropy 这一页没什么特别 这一页只是两个数学式 这个数学式 叫做Jensen inequality 你看左边这个 其实就是刚才的entropy p log p summission over所有的i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entropy 右边的是说 你如果把这个log里面的 这个几率 抽换成为另外一个几率 q是另外一个几率的distribution 它也是都是正的 加起来是1的 只是跟p不一样 也就是说 我本来求entropy的这个function 我如果里面的几率 换成另外一组几率的话 会怎样 都会变大 这个叫做 这个 那这个没怎样 这只是一个数学而已 那底下我有做个证明在这里 那其实我们是后面 会用到这个数学式子 就是 只是在说明 这个entropy的计算 如果这个几率 换成另外一个几率的话 是会变大 不会变小 意思是 就是比较这一话的意思 那这个证明 其实没什么特别 大家数学都很好 你看就知道 其实有不止一种正法 这个是其中一个正法 它就说 我只要说 log x永远小于x-0就好 这什么意思 这是x跟y的平面 这条虚线就是y的x 移过来一格的 这条虚线移过来一格 就是y等x点 就是x点 那log x呢 称少就是这一条 它刚好每一点都在它的底下 等号成立的 就是只有在这一点 等号成立 它永远在 只有在那点等号成立 如果这样的话 我现在每一个x用q除以p带进去 就可以得到这个小一等于 这个的log小一等于 就是这个 然后左边右边分别乘上p的x 在sumation of i 你就会发现右边这一项变成了 而左边这一项就是plogq减到plogp 就是这边的证明 所以它小一等于 就证明 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学证明 我想不用多讲 这个equality也指 这个不等式 只是我们后面会要用到而已 那底下这个倒是很重要的 我们也是 不只是在我们这里会用到 在到处都会用到 在很多地方 很多领域的问题 不同的问题都有用 所谓的kl-divergence 就是coolback-liven 就是distance 或者叫做divergence 是什么 它是一个measure of distance between two probability 我们之前在讲 vq的时候已经说过 你可以为向量空间里面的任意两点 定义它们的distance 对不对 那有很多种定义的方式 我们当时说过 那其实你定义的不同的话 你做vq做它就会不大一样 因为它是根据那个distance来算的 所以定义不同就会不大一样 那我们这边你可以想象 我的几率也是这样 我一个distribution 跟另外一个distribution 到底差多少 两个distribution 你都可以算他们的distance 当然你可以把它们看成selecture 也是可以的 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做 就像这里有很多种定义一样 这里有很多种定义 这边也是很多种定义 你也可以就把它看成selecture 比如说这是每一围每一围 这是每一围每一围 你把它看成selecture的话 你就把它用这边的方法来做 也是可以等等 但是在很多问题里面 这个很有趣的 就是很多问题里面 如果它真的是几率的话 会发现这个常常是最有道理 也就是做出来跟真实我们想要的最像 所以kl-distances变成算几率distance 大家最喜欢用 而且似乎是效果最好 所以虽然你可以用很多种定义 但最好那个效果 常常是最好的 kl-distances 或者kl-distances 那是什么 就是我们刚才这个试图 刚才讲plogp小一点plogp 那我现在两个几率 一个是p就是q的话 就把它写在这里 一个写在外面 这样你就发现它是不对称 这是一个不对称的distances 当然有些时候你想要对称 不对称好像不好 那要对称很容易 你就把它两个倒一倒 对不对 也就是说呢 你如果把它这个distancep p跟q的 我就跟另外一个倒过来 q跟p的 然后二分之一 对不对 如果是你要对称 就让它两个翻过来之后平均 那这样的话呢 它就对称 如果你不介意它不对称 这样就可以用 等等 那这是非常好用的 两个distance 那根据刚才的 你也就根据这个 你也就知道 当p等于q的时候 它的distance会变成0 当p不等于q的时候 它会开始变大 差的越多变越大 这样的关系 这就是所谓的kl distance 这个我们后面也会 用到 那当然我们现在这边 我都是用discrete 假设是discrete distribution 来讲的 但是当然也可以变成continuous 也就是说我们到时候 算了譬如说ot 我们的那个39V的vector 什么的话 那它是continuous 它是实数 continuous会怎样 其实是一样 都可以 一样可以有 所以有continuous的版本 不过呢 没什么特别 你可以想象 其实我们用电脑来做 任何continuous的实数 都是discrete的啦 因为电脑就是 一个一个做的啦 没有真的实数 所以其实都是discrete的 好 有了上面这个观念 我们底下就可以来讲 我们要讲的 discrete 那discrete是在一个大的category 叫做card 就是你可以用tree来做 很多很多事情 包括classification 包括regression 等等 这一大堆的class叫做card 那我们底下呢 我们不讲那么多 我们就讲一个case 就是discrete 那这个tree的观念呢 是machine learning里面的某一块 他们分析非常有用 有相当长的时间 一大堆的工作 都用这个来做 效果不错的 那我们底下的tryphone 也是要用它来做的 一直到今天 最成功的tryphone 其实都是用这个 那这个的观念是什么呢 我们先举很简单的例子 这个例子 假设有个区工所 比如说我们这边 大安区工所 它的区内的区名 有20万人 那他希望为这区名 根据他们的身高 分成五群 那最高的那一群 叫做大t 第二高的那一群 叫做小t 然后身材中等的叫做m 那比较矮的呢 叫做小s 那最矮的那一群 叫做大s 他希望把这个 去说大安区的20万的区名 分成五群 根据他们的身高 然后呢 在区工所里面呢 有每一个人的个人资料 比如说年龄啦 性别啦 性名啦 职业啦 等等 就是没有身高 如果有身高 我就根据身高就分了嘛 对不对 但是我没有身高 那怎么办 我要根据这些 因为这些姓名啦 年龄啦 什么这个职业啦 有的可以跟身高 是有correlation 但是不是直接的 不是必然的 那你要根据这些information 来判断 分成这五大群 这个case其实是classification 因为分成五类 根据身高分成五类 那怎么做呢 你可以想象 既然有这些个人资讯的话 我要根据这些来做 一个办法说 我来建一棵树 每一个 这树上每一个no 有一个问题 那一个问题 问的都是 有答应 举例来讲呢 我第一个问题 可能是问说 年龄有没有大于十二岁 什么意思 假设年龄小于十二岁的呢 就是小孩 小孩就是属于对癌的 这个可能不太对 但是这是一种办法 就是这样子 OK 年龄小于十二 就是小孩 就是对癌的 那然后呢 剩下里面呢 我先看 他的职业 是不是职业篮球队 如果他的职业 是职业篮球队的话呢 那他显然是最高的 这个可能比较接近 真实 虽然也许很高的人里面 有人不打篮球 那这个 我基本上 你想这个 是一个比较合理的 那之后呢 把这个最矮跟最高 拿掉之后 再剩下的是什么呢 比如我再问说 假设 这个区里面 所有的人都订 台大农场的牛奶 然后呢 看他每天喝几瓶 于是呢 假设呢 就是牛奶喝的越多 长得越高 所以就以这个 他喝的牛奶 每天的量来看呢 喝的比较超过多少的呢 比较高一点 那最后剩下怎么办呢 OK 那我就根据性别吧 假设男生长得比较高一点 女生比较高 好 这样就全部成功了 那这个呢 是用虽然 每一个 这里每一个information 都跟身高 不是直接得到答案 但是呢 是correlate到 某一些程度 你可以这样做 这个treat 那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说 我这个treat怎么做 没有办法自己做 machine learning 一定要基本上除了特别的了 基本上 machine learning 是论方 data 一定要data告诉我 那因此呢 你可以想象 他的办法是说 这个曲公所 去找某一个理 那个理 某一个 理还是理呢 比较理好了 我们说某一个理 那个理的人 是比较听话的 可以叫他们说 你们每个人把身高报给我 于是呢 那个理的人呢 把身高报给曲公所之后呢 曲公所可以根据那些人的身高 串出一棵树出来 串好之后呢 这回其他的人没有报身高 他就可以用这棵树 来分 大概这样的意思 这就是比较进去的 基本的精神 那当然真正要做 我这只是刚才举个例子 真正要做的话呢 我们在底下要讲 那也就是说呢 我其实要做的事情 是回到刚才 我要用刚才这个 entropy的观念 这样子 那意思是说呢 我现在是要把 这个 每一个人的身高 把它分成 做成一个这样的disposition 换句话说呢 譬如是 等等 譬如说 譬如说第一格是 195到200 第一格应该是200以上 对不对 还是210之类了 你可以每一格 譬如说五公分一格 等等等等 然后看 看到是多少 然后就得到每一个人的几率 每一种身高的几率 对不对 你可以这样子 然后呢 它基本上目标 应该就叫 我分成五群 所以你可以想象 也许这一群是最高的 这一群是次高的 这一群是中间的 这一群是比较矮的 这一群是最高的 等等 大概要做这样的事情 对不对 那就是我们底下 用这样子的想法 然后想要做这样的事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看 如何来做它 如何做到这样的 那这件事情 我们待会再说 我们在这里休息 刚才讲 就是假设 我们 given一个 身高的distribution 我要分成这五大类 那怎么分呢 那我如果在某一个node 叫做n 我用某一个问题 yes or no 把它拆成a跟b两群的话 会怎么拆法呢 那你可以想象 如果是真的有一个 很好的举例来讲 他是不是职业篮球队的 的这个球员 如果是的话 能不能这样一刀切下来 如果这样的话 是最理想 这样一刀切下来的话呢 就会变成左右两群 所以说呢 右边是这一群 左边是这一群 我就完全这样一刀切开 就变成两个了 这样最好 可是事实上可能不是的 因为也有的是可能 这个身高很高 但是他不打球 也可能身高稍微矮一点 但他技术很好 他也做职业篮球队员 结果你这样一切之后 其实不是这样 而是怎样呢 这边也少一点 这边也少一点 这边也有一点 这边也会有一点 你结果得到是这样子 并不容易这样 找到一个这样去切 你可能就切成这样 而就我这边所画的意思 也就是说呢 我们的目标是希望 这样一刀一刀这样切下来 但是你想切这样一刀不容易 如果真的这么好的 这一刀可以切成这样 左边一半右边一半 你如果呢 没切得很好的话呢 切成这样的斜的话呢 其实是左边一半 右边一半是没错了 但是这个右边这边也有一点 左边这边也有一点 就是会变成各有一点 就变成这个 这是这个蓝色 这个斜的一刀下 就会变成像这样 那如果切得最惨的话呢 是切成这一种 那这样切一刀之后 左边右边还是一样 这个呢是等于是白切了 所以呢我们就希望看我的question 我在这个note要问一个question 到底是切成哪样 那这件事情该怎么想呢 你就可以想成 我切成这样之后 变成A跟B两个note A有A的一个distribution B有D的一个distribution 那我怎么知道这一刀切得好呢 我希望切得最好 切得最好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我一路切下去 我希望切到最后 变成纯度最高 什么叫纯度最高呢 你可以想象 我希望切到最后是 最好是只有一个 如果我要分成很多很多 最好切到最后都是只有一个 这样是只有一个的 这表示纯度最高 全部都是那种东西 但是呢你如果这样 可能是做不到的 那也许我要的是有几个 譬如说这几个在一起 别的都没有 这样也算不错 那这个是这样的情形 那因为这样表示说什么 我希望我每切一刀下来 都可以使得纯度变高 纯度变高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entropy变小 我entropy只要变小 一开始那是entropy很大 我希望每切一刀entropy就向下掉 向下掉 掉到最后变成这样 我最好呢是用最少的刀 切下去就可以切成最底下最好 基本上观念可以从这样子来想 那如果是这样想的话呢 当然我们其实要做的不是 我们要做的是一个三十九维的一大把 表显在里面 所以呢我们最后做的不会是像那样 因为我们最后做成的是三十九维里面的 你可以想象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乱 一开始是非常乱 然后呢等于是上面这样 然后呢我希望分分分到底下的时候呢 是比较干净一点 干净一点并不表示 是真的只有这一个 这不可能的 我们只能说是你分到最后呢 我希望得到的是 比如说呢 比较少的几个 你可以看到比较轻 不会这么乱 可以想象是一个这样的关系 那因此呢 所以你可以想象我每一个 我每一刀切下来 你都可以看我刀切得好不好 就看我的entropy有降低多少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entropy一降 表示我会朝这个方向 就是我的纯度提高了 我的乱度减少了 我的变得比较集中了 这都是我的目的了 所以呢就是用entropy 是一个很好的measure 虽然你如果去看这个 比较去的话 其实不是唯一的 entropy不是唯一的方法 你也可以用别的参数 不过呢 我觉得entropy是最有用的 最值得我们在这里讲 好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怎么算这个entropy 你可以想象呢 就是我本来的 这个是原来noden的entropy 我现在变成nodea跟nodeb 各有一个distribution 各可以算出一个entropy 所以照说我好像应该是像这样 那就是说呢 这个在noden有一个n的entropy 我切成a跟b之后 各有一个a跟b的entropy 那我希望这样切完之后呢 我的entropy降低了 降低的entropy就是delta h 也就是我在这一刀切下去的时候呢 我就是我这刀切下去的话 我就降低entropy降低多少 于是呢我就可以选择 假如说我有一大把question在那里 就好像是身高啊 就好像是职业啊 性别啊什么东西的话 那你就可以根据这个来判断说 我到底是应该先选哪一个 应该每一次都选entropy降低最多的那一个 而切 基本上是这样的观念 可是你如果仔细想一想 发现有点问题 为什么呢 我们假设说 假设说原来是 假设说原来这个是n 我切成a跟b 假设说我很笨 假设原来是这样子 总共有m的 所以我的entropy是logm 我们刚才讲过 就logm 假设我很笨 结果我这一刀切得这样 白切了 所以我到这边的时候呢 仍然是这样 这边也仍然是这样 于是呢 这边的也是logm 这边也是logm 这样不对了 因为我如果要减掉的话 它减掉这两个相加呢 变成logm 减掉两倍的logm 它其实是变成 变成这个 不应该这样比吗 因为这个反而变成两倍了 这个 照说应该是没有改变才对 怎么会变成两倍呢 那就因为你其实应该要成长 假设我有六成到这儿来 四成到这儿去的话 应该要乘上0.6跟0.4就对了 所以要乘上这个 要乘上这个 有多少比例到两边去 因此呢 我们看到这边 我们所定义的 在node的n上面的entropy是什么 我们其实前面这一堆几率 就是 你看这就是几率 然后log 然后再几率 然后summation over soul的i 这个其实就是entropy 这个ci是指说 假设我有classi class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假设我分成群的话 就是class123 一个class 掉在那个classi里面的 有多少个 就是那个c 等于是一个percentage of data sample 掉在那个class里面 有多少比例 就是一个c例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c例 n就是指在noden上面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entropy 所以我们不是光是做entropy 后面还有情况pn 这个pn呢 就是所谓的pile probability 就是指多少掉到哪里去 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就是假设4乘到这边 6乘到这边的话 这个0.4 0.6 也就是刚才的这个 就是这个 所以我把这样的话就没问题了 我原来的entropy还要乘上多少比例 这样的话呢 那我如果刚才那一刀 完全是横着切的话呢 就是我的没有改变 这个delta action 等于是0 没有减少 那你就对每一个问题 都可以去做看看 到底有没有进步 这个totalentropy有没有这样进步 所以在每一步的时候 都去根据所有available的question 去看 谁帮助我分得最好 我就选谁 这样一路分下去 我就可以串收一颗 像我们最近说的这样的树 所以在这个case而言 我是一定要有data的 要有data让我可以学 然后根据那个 我来的分 把它整个找出来 假设我有train in data 把这颗树train好之后 这个时候新的data进来就不需要了 那我就直接照这个走 我就可以把它分出来 等一等 那这就必须有基本的观念 那在这里面呢 这个是可以证明的了 我就不证了 那这个你如果要看的话 就在我在这一张第一页的 那个reference里面 有taker 原始taker证明 我说过那篇taker是我们台大资讯息的 系友的CMU的博士论文 后来就变成经典 因为大家都有这个证明 它在这里面有证明这个 这个entropy会降低多少呢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那个trail divergence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那些trail divergence 也就是本来n的那个distribution 现在变成a跟b了 就是我现在这个n 这有一个distribution 现在变成a跟b这两个distribution 那么它们到底差多少 就是由n变成b差多少 由n变成a差多少 这分别都去求它的cail divergence就可以了 所以就得到这两个 n跟a跟n跟b的cail divergence 分别围着它们 这就是0.6 0.4 它们就分成多少par在哪边 多少par在哪边的这个 然后把这个能够带进去 得到的其实就是 这是可以证明的 我就不讲它 那你就说你就可以得到这个deltage 然后我每一步都去选最大的那一步 所以你看到我是这边 看哪一个queue queue就是我有一堆question 就好像我这边要 这个是年龄啊 还是职业啊 什么这种question 其实这个threshold也是一样 可以用那个来调 你怎么知道用12呢 你用11用10比较好 不知道 那那个也是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调 你就看哪一个 让你entropy变得最相机最多 就选那一种等等 那这样呢 就可以得到把这个tree做出来 那你可以想象呢 tree一路向下走呢 一路走的话呢 这个哪一个no向下涨 哪一个no向下涨的时候呢 每增加一个question 向下走一次呢 我的entropy就相机 所以我的total entropy 就是你在任何一个阶段的 树的所有的例子 的那些entropy加起来 就是terminal n 就是树的叶子 也就是说你走到这边的时候 你这边每一个点都可以做一个entropy 你这些东西加起来就是你的total问题 那你反而是一路往下分的话呢 应该它就一路降低 看你要降到哪里回去 这样子 基本上的观念大概就这样 于是呢 这就是我们讲的用这个tree 来做这个方法 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现在可以回过头来讲 我们要讲这个tryfone tryfone是怎么做的呢 tryfone你可以想象 我们刚才提过就是 假设这一个因子pot 这是一个方法 前面有50种 后面有50种 就2500种 所以是非常多非常多 那很多时候就是没有data不好train 所以怎么办 我们就是要看谁跟谁很像 谁跟谁很像就可以共用data 可是呢 什么叫做像呢 我们actually做法是把它分成 每一个state 也就是说呢 譬如说中间是pot 中间是pot 左边有50种 右边有50种 有2500种 这2500个tryfone 我们不是一一去做 而是为每一个state去看 这2500个tryfone里面的 这第一个state 就有2500个第一个state 这2500个第一个state呢 我来做这个try 然后看呢 到底他们哪一些人的 第一个state 其实长得很像 让他们可以共用 那然后呢 哪一些人的第一个state很像 他们可以共用等等 所谓共用就是用共同的data train出共同的那一把高选 于是呢 这些人都共用这个state 那你可以看到 我每一个state可以称出一颗不同的树来 所以呢 每一个state 谁跟谁共用是可以都不一样的 你可以猜得到会不一样 譬如说呢 这个如果是前面的state的话 很可能是比较跟前面有关 那么如果前面的音比较像还是不像 就可能会可以共用还是不能共用 那后面的state呢 是可以跟后面那个音像还是不像有关 那如果是像比较会共用 不像比较会共用等等 那他们都会互相影响 所以呢 就是蛮很复杂的 每一个state都看谁跟谁共用等等 那如果是这样想的话呢 那你可以想象是蛮复杂 假设说我们总共有 这个五十的三次方的triple 那每一个triple有五个state 再乘以五 有这么多state之后呢 谁跟谁共用 谁跟谁共用 分别去做 那因此呢 这个共用的时候 我怎么知道谁跟谁像呢 那这个当年发明这个的时候是很聪明的 他说我们应该根据 可以根据语言学的知识 来判断他们发音的 也就是说语言学家是很早就为每一种音 都定义过他们发音的一些分类 通常是跟你发音的纯齿舌的 位置啊形状啊 你发音的这个部位啊 什么有关系 与例来讲呢 我这边举的例子就是pub这个音 pub这个音呢 前面会接的呢 是不是一个母音 如果是母音的话 母音可以分成很多种 那譬如说这个rounded vowel 是你发音的时候 嘴巴整个比较圆的那种 那这个low vowel是说呢 我这个什么舌头要在比较低一点啊 或者说是我发音的位置是比较在后面的啦 什么什么 有各种这样的情形 这个语音学家早就把他们都分 把这些都归类过了 那为什么用这个来分呢 因为我们说过 每一个音受到前面后面音的影响 是因为你发音的那个嘴型要从前面那个音变过来 或者变到后面那个音序的影响 因此呢 你的嘴巴的改变 跟你发音位置啊 发音的这个部位啊 或者是你的这些东西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所以呢 如果你们是这些人是来自同一种 有同一种匪形或者同一种纯齿的位置 或者同样都是这个舌头比较顶到上面的上额 什么什么有各种同样的情形的话 他们就比较会一样过来等等 所以呢 我的question就是这些语音学上的question 这个一开始做的时候是用英文做的 那英文当时他们最少做一百多个question 就是把语音学里面有一百多个question 那也就是说我这边的时候呢 是有一百多个question可以选 那后来呢 做得仔细的话呢 大概可以做三百多个question 那后来别的语音跟着学 像我们做华语也是把英语的这套question拿来 然后再对应到华语里面去看 哪些question可以对应等等 然后我们的课程是华语 大概也是粗的话一百多个question 细的话呢三百多个question 这样子 于是我就可以每一个每一个来做 那这个时候会怎么做呢 你可以想象就是说 同一个中央 同样的空是中央这个空 中央这个风影是一样的时候 我就先兜在一起 譬如说同样中央是拨的 左边有五十种 右边有五十种 就有两百五十 两千五百个 这两千五百个的 我先把所有这些data放在一起 然后呢这个我先来为它的第一个state做一个数 看看谁跟谁可以共用第一个state 然后呢每一个state分别做一个数 等等 那因此呢这就是刚才的这一句话 这个所谓的based风影也就是 所谓based风影就是中间那个风影 假设我总共就五十个风影的话呢 那么假设我总共有五十个风影 我就为五十个风影里面的 每一个去做这边这样的事情 但是呢我这边有五个state的话呢 每一个state做一棵树 所以呢会怎样 我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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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呢 我总共做五棵树 五棵树来放这两千五百个 来规划谁跟谁共用哪一个state等等 所以这样子呢总共假设有五十个风影 每一个hng是五个state的话呢 总共就做两百五十棵树 总共做两百棵树 然后呢为每一棵树呢 都一样我们有一整套的 所谓的fanatic knowledge 就是刚才讲语音学的知识 有一个set question 就是说一百多个到三百多个之间 然后呢我就可以开始找这棵树 那掌数的方法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基本上就是你把所有data到了这边 然后呢你把每一个question倒进去看 那它到底会分成怎样 那哪一个question可以降低 entropy降得最多的 我就选那个在这里 然后这样一路走下去 譬如说在这里 很可能是要问第三十个question 可以分成这样 在这里是第三十二question 可以分成这样等等等等 那就是一路这样走下去 那每一次走的时候 都同时算了entropy 也同时考虑了 算了entropy是一回事 同时考虑了这些语音学的知识 等于是这样子 所以呢我就从上面开始长数 那当然数可以一路长开 你可以定义你的define你的这个stop criteria 就是说呢 找到哪里不要再分了呢 很可能想一个是entropy不再降低了 你再怎么搞entropy都不降低的话 就不用分了 或者是找到最后之后 你已经只剩下多少data data少到一个程度 也不要再分了 这样你就可以把它长成 某一棵树的样子 那这样之后呢 一方面就是所有有data的人 就已经知道谁跟谁可以共用 你可以设定不同的条件 比如说如果这边data 每一个步到最后 总是data太少就不再分下去 所以到最后这个terminal这里的 if的地方data都够多 所以这些data就是共用的 共同来train出一把你要的高线 你要多少高线就train出了 这些人这个state就共用这个高线 等等 这个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 就是这个 你凡是data mixture distribution 然后呢 他们就可以tie together sharing the same training data 所谓tie together就是share的意思 也就是说呢 这些绑在一起了 这些人绑在一起 他们的data共用 我train出一组data 他们就共用那组data 那凡是有data的已经知道在那里 那还有很多tryphone可能根本没有data 通常是会的 我们通常用了几十小时的data来 很可能发现里面有一半的tryphone都根本没有data 那因此呢 没有data怎么办 我就从这往下走也知道它到哪里去 因为任何一个tryphone 你都知道它左边右边是什么 所以你都有这个语音学知识可以这样一路走下去 走到底之后就知道那个没有data的人应该在哪里 他就跟谁一起共用 所以没有data的也可以做 所以unseentryphone就是没有data的人 我就从头开始往下走 你一路answer questions就可以找到 看跟谁在一起 不跟谁一起共用 等等 那然后那一群大家都共用data 共用data共用那一把刀群 这样的做法呢是 ghost data driven跟linguist knowledge driven 什么意思 这个所谓的knowledge driven 是因为我们其实用了人的知识 因为人告诉我们这些语音学的知识 人告诉我们每一个因是属于哪一类 所以这是人的知识 那我们有共同的这些东西应该在共同 这是用了人的知识 这是knowledge driven 但是on the other hand 因为我们不断地在算它的entropy 所以这个是data driven 根据data在算它的distribution 是不是有没有进步等等 所以它是同时用了data driven 跟knowledge driven的方法 然后这样就可以讲出来 基本的观念大概是这样 所以你可以想象 在train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可以设定的包括 譬如说我总共要有多少的state 因为哪些人 你可以设定不同的东西 你可以设定说我在最后什么时候train 所以最后data不能太少 我也可以设定总共的 不同的state数目总共有多少个 我也可以设定不同的gaussian有多少个 因为它有的data比较多 可以设定可以做出比较多的gaussian来行 就有各种各样的方式 但是你基本上可以让这个城市来做这件事情 这样的话我最后就可以把基本的data倒进去 我可以把data称起来 基本的观念是这样 其实是蛮复杂的 详细的我就没有再要说下去 你如果有兴趣的话是可以去看的 因为这里面现在很多的城市都是open的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你可以知道它里面其实还有更具体 不过我们就不多说了 我想你了解这个基本观念就好 底下我们就顺便说一下 我们讲的语言在这里面会是怎样 我们每天在说的语言 我们在台湾可能称为国语 在大陆可能称为普通话 如果是最标准的国语或者金片子 北京人说的金片子那可能是北京话 或者是类似的这些语言的话 基本上我们的语言大概是一字一音 那一个音叫做syllable 通常就是指 因为有一个母音在 前后有一些子音这样 syllable 那我们syllable总数呢 这个大约一千三百多个 这个数字是不同的人数字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有些汉用字或者汉用音 要不要列入 比如说这个你马上想到很多我们汉用的 譬如说 有没有这个字 你要不要算一个等等 这种都很多了 所以这个总数是不一定多大约一千三百多个 也就是说你如果打开国语词典 最后的简字表 八八八八波波波波波度 那一只数到玉玉玉大概一千三百多个 一字一音 每一音代表一个字 那这个音呢我们可以分成这个所谓的base syllable 跟tone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如果tone呢就是我们讲的声调 tone就是我们讲的声调 声调在语言学上有所谓的这个四声加轻声 四声叫做字调 也就是说呢不同的四声代表不同的字 那轻声呢基本上他们这个语言学上叫做muter tone 是中性的 什么意思呢 这个这个在北京话来讲 据语言学家说北京话的话呢 这个轻声不是一个样子的 那么根据你前面那个声是第几声就会不一样 据说来吧去吧走吧去吧 那这几个吧都不一样 因为你前面是第几声后就不一样 所以它是跟着前面走的 所以呢叫做muter tone 它是没有固定的 那它的pattern是最混乱的 也可以这样讲 那当然这个语言学家的说法 今天台湾人讲的台湾国语 我们姑且称为台湾国语 跟这个北京人讲的北京国语 是有明显的差异的 那么据语言学家的说法 北京话的轻声是 它叫做muter tone 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 任何字任何音都可以变成轻声 他们说小姐 他们说小姐 这个可以第二个字可以变成轻声 你说你要吃饼干 他说我要吃饼干 那个也是变成轻声 那你如果去看这个大陆所拍的一些电视剧的话 你容易感觉到这种差异 比如说这个轻功里面叫王爷 不是王爷 然后叫奴才 不是奴才 他们后面是都会变成轻声的 也就是他们什么都可以变成轻声的 所以这个是北京话 但是据语言学家说 今天台湾人说的轻声 轻声其实只有二十多个 仅限于语助词 也就是说这种 哩啦 什么啦 什么妈啦 就是这种 仅限于这种 台湾人讲的轻声 仅限于这种 大家只会二十多个 其他的字 台湾人已经不会 形成了 这个是不同的语言 语言学家的说法 语言是合的语言 也就是它自动在变 然后呢 只要四周的人怎么说 大家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语言就会动的 那这个 那你也可以晓得 譬如说台湾人讲的 跟大陆有明显差异的地方 譬如说呢 我们台湾人会说 爸爸 妈妈 那大陆人讲的 妈妈 爸爸 那是大陆人讲的 所以这种 一看个电视剧 你就知道它是哪里拍的 这是其外话 不过基本上 就是讲声调就讲痛 因为这样 所以轻声不是第五声 我们通常轻声 是另外一种声调 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呢 这个Lexical字调的意思是说 不同的代表不同的字 那么因此呢 我这边把它叫做 这个Vate Syllable 四百多个 什么意思 就是不计声调的话 就是四百多个 然后呢 把声调算进去 声调是四加一 不是写五 就是因为它是有两种 那我有一个例子 在这边看就是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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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算Syllable就算五种 算Bate Syllable就算一种 所以是这样的区别 然后呢 如果是Bate Syllable的话呢 我们还可以分成 Initial跟Final 这是什么呢 就是声母跟育母 那声母跟育母 这是早年的语言学家 赵源任先生 把它翻成英文 叫做Initial跟Final 所以呢 我们就称为Initial跟Final 不过呢 我把它写成大写 说明它们是三个名词 是指我们声音的声音的韵 是什么 就是我们注音符号里面的 前面一半 后面一半 那书 诗就是声音 语就是韵 等等 但是如果三个注音符号 连在一起怎么办 第一个是声音 后面两个是韵 OK 所以呢 就是比如说段 是得万段 得是声音 断是韵 所以呢 这个是这个 我们的语言的分法 声音符号里面 是这样分的 声音符号有二十一个 但是呢 事实上呢 我们在做的时候 还会有一个空声音 什么意思呢 有一些音 有一些字或者音 是不需要声音的 是说爱 云 乌 这种音的话呢 神是没有声音的 可是我们真正在做的时候 我们会给它一个空声音 也有一个model 也有一个model 那是什么 可以说乌前面的那个 就是把乌的那个音 前面的那几个 那一些个 noise 来吹用 那就是它的前面的空声音 所以这个是 所以我们真正的生物 会有二十二个 而不是二十一个 就是因为它有空声音 那韵母呢 三十七个 这韵母呢 我们说呢 有这种单简单的韵母 还是比较复杂的韵母 那这种复杂的韵母呢 我们又可以再分 分成里面有这些东西 是什么呢 什么叫medio呢 medio就是我们 这风格叫做戒音 就是 medio是什么 medio是 当你有三个字音画 连在一起 中间那一个 其实就是一乌与三种 一乌与这三个 可以放在中间的 这三个叫做medio 戒音 然后呢 还有所谓的ending ending是什么 在我们的语言里面 每一个syllable 有两种 在最后做ending 就是 相当于英文里面的 n跟ng 那n跟ng 如果前面接了 r的话 n就是这个 n就是这个 如果前面接了r的话 an就是这个 an就是这个 所以呢 我们这四个注音符号 是后面是有这个 叫做medio ending 平音结尾 除了这以外呢 没有别的ending 所以呢 ending有两种 那medio有三种 其他的 就是所谓的 muteus 所以呢 这两个跟这三个 都是option 就是少数有了 很多是没有的了 这个呢 是大家都有的 这个muteus 于是呢 就得到我们的final 总共有37种 你可以拆成 譬如说你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表示它不是一个 它是中间的好几个年词 对不对 譬如说你看到这个 段 段呢 就是一个d 一个u 一个r 一个n 这两个连起来 其实就是文整 你可以想象是这样 它是这样的连续 那基本上呢 在这个case呢 它叫做medio 它叫做andio 它呢 叫做nucleus 那如果说是别的 比较简单的都的话呢 这就是生母运母 就这么简单 好 那 然后呢 我们刚才讲 生母有空生母 运母也有个空运母 空运母是什么呢 就是 智 时 日 这些东西 几次 思 也就是说呢 这是真的有生 有运母的 譬如说 智 我们就这样写了 其实语言学家说呢 它只有生 不是只有一个生母 它其实是有运母的 只是呢 当你定义 注音符号的那个年代呢 希望最简单 让最多人很容易学得会 所以呢 只要没有confusion 就不要一个符号 所以呢 这个智呢 不要符号没关系 没有confusion 所以我们就不要符号 所以呢 是 也是不要符号了 但是其实都是有 运母的 就好像这个子啊 刺啊 都是有运母的 这叫做空运母 基本上他们通常是把 支支支卷舌的这四个 共用一个运母 支支支不卷舌的共用一个运母 有两个空运母 等等 那 我想这些大概解释了 我刚才这张表上所说的东西 哦对还有 那如果分成母婴子婴的话呢 那所有的生母都是子婴 那运母这些东西呢 多半都是母婴 不过这个鼻婴结尾 这两个鼻婴是归在子婴里面的 所以呢 鼻婴是子婴 如果要归成蜂蜜的话呢 那这里面子婴里面都是蜂蜜 所以总共大约是三十一个左右 这个数目都没有特别确定 是因为语言学家会有不同的意见 那当你说得很流利的时候 到底哪个买段算 这个有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意见 所以大致这样 所以这个是大概我们的语言 所以呢 我们如果要做tryphone怎么做 你可以想象tryphone其实是用这边的是最合适 虽然早年我们常常用生母婴门来做 因为生母婴门的数据很少 所以我比较会看到 所以我们如果要做华语怎么做 我们早年可以用initual final来做 那后来发现还是做tryphone 用蜂蜜来做tryphone是最好的 那蜂蜜因为不同的语言学家分的方法 稍微有点不一样 那有一种人 其实这不是语言学家说 这是工程师说的 这个其实也不是讲华语 就是他们做英文的时候 有一些工程师觉得懒做 我不要搞这么多事 我就说我的这些单位叫做 fony like unit 到底是什么不管 只要有点像就好了 或者他们就叫fony like unit 基本上是类似分你的东西 然后我们在train data的时候 train model是可以设定我的context dependency 譬如说我可以只让他右边不一样算不一样 左边我不管 是所谓的 right content context dependency 我只有右边不一样算不一样 左边我不管 可不可以 可以 那么当然你可以左边右边都管 会比较好 那左边右边都管 如果你用fony的单位就是try 那你也可以所谓的intra syllable only 还是要有inter syllable 什么意思呢 举例来讲 譬如说轻声 你如果让他的轻声的结尾 那个n不影响到后面的声的那个诗 你就假设都不影响 我train的时候都不算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intra syllable 就是这边讲的intra syllable only 如果你让他横跨syllable boundary 也去影响的话呢 那就是intra syllable等等 所以呢 这个都是你在train data train model的时候 你中间可以设定不同条件 就给他不同的东西 就train出不同的model来 那早年是因为data非常有限 今天是不需要这么麻烦了 早年在data非常有限的时候 我们常常做这些不同的设定之后呢 想办法做最少数目的model 还能够work 举例来讲 我这个例子是我们其实在90年代 其实是用很多的 一直用到大概2000公元 都蛮好用的 我总共只需要150个model 为什么只要150公元 因为我就是把22个生目 把他的右边的contact算进去 左边不管 这样总共可以变成113个 只算右边叫做rcd 就是widecontact 如果这样的话呢 这样总共113个 再加上玉米呢 37个 我就让它contact independent 左边右边都不管 这样加起来50个 当data很少的时候 这50个基本上可以称得还不错 然后可以用 当然今天是不会再做这个了 这个只是在当年的case 同样当年如果用fony来做 也可以做到差不多400多个或者100多个 这样也可以用的 那今天用的tri phone到底数目多少 就是很难讲 你看到你怎么train 就会有多少 就不一样 那今天最厉害的应该是做到queen phone 什么叫queen phone呢 queen phone是指中间这个混合 右边接两个 左边接两个都算进去 那其实它不只受到左边右边影响 其实在前面那个也影响 在后面那个也影响 所以前后算五个 这样的话叫做queen phone 那queen phone 你如果真的有够多data 这当然很难train 但是呢 有够多data好train的话呢 它是比tri phone要好 所以这个不同的状况 可以做不同的情形 那我刚才这边有一个就是这样 我们在做right contact dependent initial的时候 刚才讲这里 就是这个 这113个 从22个生母变成113个 这里面怎么做这个right contact dependent 就是右边不一样 但不一样 但是呢 什么叫右边不一样呢 譬如说我们可以把八般包方的那个波 算同一个 为什么 这个右边都不一样啊 可是其实它们都是有r的 都包含了r的 譬如说呢 an是rn an an是ru 这都有r的音 所以你对那个八而言呢 对那个波而言 它好像接着都是r 所以这些可以共用同一个 这个我们当年是要这样子来来做 然后让这个model数目最少才能够做 那今天当然不需要这样 好这个是简单的说一下这些我们的语言的因 这边有一套data 这个也是大概90年代的data 不过只是进攻勘考 也就是说你用同一套data train不同的model 然后去做测试会怎样 它的正确率如何 那不过你可以了解我们今天看到几个point 譬如说呢 我如果只用风影来做的话 context independent 前后音都不考虑 就总共是这个 我们的总共风影数目是三十几 三十出头了 那用这个来做的话呢 正确率就只有这样子 那然后呢 我如果是用生母育母的话呢 就高很多 也就是生母育母是这个 古人的生命学这样出来的了 就是生母育母 那因此呢 他们就可以高很多 所以生命也是 但是纯粹就是我们的这个 辨识syllable的话 那其实生命是有它的好处的 然后呢 那你这边再来就 你看左边右边 这个right context dependent 跟left context dependent 你只算左边 跟只算右边的话会怎样 只算右边明显比只算左边 所以只算一边就算右边 这是我们当时的结论 那事实上确实是这样 你可以想象 每一个因受到后面影响是明显的 受到前面的影响是小很多的 所以呢 确实是可以这样考虑 这右边比左边好 然后呢 在这边呢是用风力做单位 所以呢 这两个是要跟这个来比的 这个是没有影响 左边右边都不算 我算了左边就跳到这里 算了右边跳到这里 所以呢 是有进步的 那然后这个呢 是跟这个来 都是用 initial final if就用 into final 成立母来算的话呢 左右都不算在这里 都算跳到这边来 等一等 那这一组是相当好用的一组 也就是我刚才说 我们在90年代到2000多年 都还常常喜欢用这个 因为这个其实data很少 就可以称得出来 基本上有一定的正确率 因为当你总数那么少的时候 也是比辨识计算量也比较少 所以这个曾经觉得蛮好用的 那这个dany 这个我们现在不讲了 因为这已经没人在用 再过来的话呢 刚才这些都没有考虑inter-syllable 底下这两个是考虑inter-syllable 这又会上去 所谓inter-syllable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你如果让青的后面的N影响到生 让它们都有关系 那前面那些是都让它切开来 假设不受影响 让它们都受影响的话呢 可以到这边买 inter-syllable 那最后这一堆都是tryphone tryphone其实里面有一些学问 有不同的方法 最好的tryphone在这里 那这个大约是原来的方法 几乎是两个人 也就是说呢 你完全不考虑左右大约是这样的 左右都算进去 你就可以到将近两个人 这个说明 大概这些大概写在底下 包括说呢 你如果直接看的话呢 生命母是不错的 但是呢 你有contact dependency 永远是比较好的 然后呢 你只算一边的话 右边比左边好 有inter-syllable是会比较好 tryphone当然做 不同的方法来证实 来做你有好话 当然最好的呢 会是tryphone 如果你做得到的话 如果tryphone就非常难做 tryphone 好 第五章到这里呢 就告一个段落 告一个段落